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台南理工这道题 那这个呢,是一个文式图 有三个公投案,分别是甲乙丙 那我们这边呢,就先画三个圈 那这三个圈呢,有共同的部分 就是甲乙丙三案都有的 那这个数量呢,是224 那接下来,每个人至少拿两张 所以这里是零,这里是零,这里是零 那今天有头甲按的是712 所以这三块加起来 这边是甲的,是712 那这边是乙,这边是冰 好,我们稍微列一下关系 这里如果把它叫做ABC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B加C加上224 等于712 好,那另外呢,这个580 好,580是乙的 所以是C加224加A C加A加224 好,然后686是这个平的 所以这边是A加B加上224 那今天这道题想问的呢 是什么 有甲跟乙都有,但没有丙的 所以是问C 要求C,我们可以用什么 14加24扣掉34 就可以把AB扣除 1加2减掉3 好,这样子AB都被减掉了 所以现在是2C 然后这边加上224 好,那这边就是712加上580 再减掉686 因此我们就可以解出来 C会等于191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一下